今天要為各位介紹的是 總泰居易的一個四樓的房子 總泰居易是十年的建案 總共的戶數在315戶左右 這裡面的一個管理費一個月的話是一坪45塊 我們現在的時間大概是10點半到11點之間 所以這個採光非常非常的通透 接下來我要帶各位去看到我們的主臥 主臥這邊也是一樣的 整個的空間非常的通透 採光非常的良好 然後來看一下窗戶 整個其實是在馬路旁邊 但是實際上我們其實在這裡面聽到的聲音非常非常的小 完全聽不到 所以它整個的氣密窗是做得非常好的 來我們繼續往我們的廁所看 主臥的廁所 整個主臥的廁所是乾濕分離 而且又有窗戶的 然後是有對外的窗戶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一個次臥的部分 第一個次臥是面對了社區的一個中庭 我們看一下窗外的景色 我們都可以感覺得到這裡面的聲音 除了回音以外 都沒有車子外面的聲音 整個氣密窗是做得非常的高級 這是公共的衛浴 接下來要給各位看最重要的一個次臥 在這個車次臥裡面其實是對外的窗戶 但是整個對著馬路的窗戶 卻完全聽不到聲音 所以可以知道說十年的房子 做了這樣子的一個氣密窗還是這麼的扎實 我們來看看廚房的部分 廚房有中島的部分 還有一個隱藏的冰箱的儲藏空間 這都屋主事先安排好了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看工作陽台 當我們打開工作陽台 整個聲音就完全不一樣了 我們就可以聽得到它聲音是蠻明顯的 這裡有一個很清楚的空間 是可以讓我們放洗衣機的 不管是放在這裡或者是放在這裡 都是可以的 而我們整個在曬衣服啊各方面 都是絕對空間充足的 給各位看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在總泰區這個案子裡面 它的一個消防安全門 是兩個長臂的安全門 第一道消防安全門 第二道消防安全門 這有什麼樣子的好處呢 在這樣子的消防安全門裡面 對於我們的防煙的部分啊 相對會安全很多 對於我們在居家安全裡面 它會幫助我們在發生任何的事故的時候 不至於煙馬上灌進來了 我們來看看我們的車位 我們車位你看喔 這兩邊的距離這麼的大 然後它是一個比較偏長型的一個車位 你看這台浮屍的車子 都可以整個停得好好的 整個的迴轉半徑都非常的大 我們的房子坐落在社區這裡面 走到底以後向右轉這邊 走下樓就可以到我們社區的健身中心 平常你就可以在這個空間 六小孩整個空間裡面都非常的安全 這都是社區自己維護的 接下來來看一個最特別最特別的地方 也就是你看過社區有籃球場嗎 我們來看看社區的籃球場 整個社區有籃球場可以讓你鬥牛 完整的標準的半場籃球場 多麼有意境的一個社區中庭 在社區中庭裡面水的部分 它非常的低 對於你就算有小孩在這裡 也都很安全 越南市可以讓我們來這邊看書 休閒一下放鬆一下 有媽媽教室通認的地方 教你怎麼樣子做好職務 然後後面這邊有試聽教室 試聽教室的話 可以讓你在這裡跟你的小孩 看一個有劇場感的一個影片 最後我們來看看 我們一般的垃圾處理在哪邊 垃圾處理是冷藏的垃圾處理 所以整個的空間不會有臭味 不會有滋生細菌 有專業的廚餘收藏空間 還有支援回收 一般垃圾的處理放在這邊 總泰區域位於南區 然後這邊馬上就可以上去到 中頭公路 而它的正對面就剛好是 新衛斯理幼兒園 生活機能非常的棒 如果你對這間房子有興趣 歡迎私訊我 來問問看這個多少錢